嘿大家好,我是警长 今天给大家带来部来头很大的电影 睡梦医生 它是经典恐怖电影闪灵的续集 它要由实力奋进的同名小说改编 全片180分钟 故事聚焦闪灵中 死里逃生的儿子丹妮 讲这部电影前 经常带大家回忆一下闪灵的剧情 年幼的主角丹妮跟随父母 来到位于科罗拉多的远望酒店赞助 以写作为胜的父亲杰克 在灵感枯竭的焦虑感折磨下 精神崩溃 遭到酒店邪灵的吞噬 对自己的妻儿展开了杀戮 丹妮和母亲在出师老黑的帮助下 拼死掏出了父亲的魔掌 年幼的丹妮在闪灵中 就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超能力 比如能遇见未来发生的事 能看到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电影中管这种能力叫闪灵 丹妮就是拥有闪灵的超能力者 她虽然和母亲逃离了远望酒店 回到了都市当中 但她时常被噩梦中的赤妹王俩下行 幸亏远望酒店的老黑一直陪伴着她 在世界的盒子封印恶灵 让她摆脱恶灵的困扰 因为害怕显露出与众不同 所以丹妮的成长过程十分低调 甚至可以说是碌碌无为 长大后的丹妮完全留为一个废柴大叔 睡梦一生的电影中有三条线 丹妮只是其中一只 另外两条线分别是小女主阿波拉和反派罗西 咱们先说罗西这条线 罗西也是一个闪灵能力极强的人 她率领一群人游走各地 抓捕那些拥有闪灵能力的青少年 靠残害他们吸食景气 达到青春永住 长生不老的目的 阿波拉则从小展现出一种 不被他父母欣赏的闪灵能力 为了不被人当成怪胎 阿波拉在生活中 很少使用自己的闪灵 已经流浪了十几年的丹妮 渴望摆脱现在的酒精 为此远走他乡 来到韩布什州的一个小镇 在这里接受了朋友大住 并跟他一同参加戒酒互助会 在医生的介绍下 在医院做起了临终关怀的户口 无意见 他利用自己的闪灵能力 帮助一位病入膏肓 大县将这老人 克服对死亡的恐惧 因此得到了睡梦一生的哑号 丹妮也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故事的转折 要从一个棒球男孩的遇害说起 棒球男孩依靠闪灵 能提前预判棒球的落点 无论什么样的球 他都能接到 因此受到梅子的吹嘘 结果遭到了罗西异形的际觎 这天训练结束后 罗西团队绑架了棒球男孩 然后通过虐杀的方式 亲手小男孩因恐惧 而泄露出的闪灵惊气 棒球男孩被虐杀的过程 被远在千里之外的阿波拉感知到了 同时罗西也察觉到他们遭到了窥视 阿波拉将自己看到的 通过闪灵的能力 告诉给了在同一个城市的丹妮 原来阿波拉早就发现了丹妮的存在 每天用写字的方式与丹妮交流 并通过交流知道丹妮是个好人 之后阿波拉多次利用闪灵的能力 追踪罗西一行 殊不知罗西早已把他当成了目标 这天罗西在超市采购的石头 阿波拉通过闪灵进入了罗西的大脑 罗西通过反向追踪 也进入了阿波拉的内心世界 哪成像阿波拉的闪灵能力太强 以罗西的实力根本抵挡不住 罗西受到反噬 轻笑流血 第二天 阿波拉专程跑到丹妮面前 他希望两人联手 利用他们的闪灵能力 为那些失踪的孩子讨为拱当 暗于现状的丹妮拒绝了他 同时劝劫阿波拉低调行事 以免招来杀身直播 晚上 行似魅影默克的老黑再次出现 鼓励丹妮帮助阿波拉战胜邪恶势力 于是丹妮终于下定决心 参与到这场正邪的对抗中来 同时还把自己的好朋友大柱 拐过来帮忙 为了让大柱信服 丹妮在阿波拉的指导下 挖出了棒球男孩的尸体 同时捡到了棒球男孩的棒球手套 那一边 罗西从一则新闻中 猜到了阿波拉的柱子 于是当天晚上 便灵魂储强 跨越千里 摸到了阿波拉的内心世界 结果中了阿波拉的拳套 被阿波拉反将一军 罗西的灵魂 被阿波拉粗暴地扔回了肉体 第二天 丹妮和大柱把棒球手套 交给阿波拉 阿波拉通过闪灵 读取手套上信息 这才弄清反派成员的全部面目 同时知道他们争奔自己而来 为了对付反派 保护阿波拉 丹妮提出帽子戏法 就是让阿波拉用灵魂当诱饵 在反派围上来的时候 他和大柱躲在树林里打冷墙 反派成员里 还有一个闪灵比较牛掰的人物 咱们叫他金发妹 他能用语言 控制目标的行动 金发妹对阿波拉用闪灵 这才发现中了陷阱 与此同时 躲在森林里的丹妮二人 噼里啪啦的一顿猛射 反派成员们损失惨重 只有金发妹躲进了房车 就在丹妮要动手时 发现枪里没了子弹 金发妹趁此机会 用语言控制了丹妮 幸亏大柱从侧面击倒了金发妹 金发妹临死前 对着大柱说自杀吧 完了大柱就引弹自尽了 另一边 一个逃出来的反派成员 摸到了阿波拉的家 给他扎了一针迷幻剂后 就把他带走了 就此丹妮一方 陷入一切近视的境地 遭遇重大挫折之后 陷入灵魂黑夜的丹妮 仓皇的逃回住处 几乎要再度向酒瘾屈服 墙壁上 阿波拉的流言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他发动自己的闪灵 用心电感应与阿波拉交流 然后进入了阿波拉的身地 之后猛然法力 控制反派撞向一旁的大树 反派因为没进安全带射出去死他 阿波拉就这样得救了 那边 罗西也感知到了一切 家族成员一日间 就剩他一个人了 罗西的心 那叫一个痛啊 为了报仇 他将多年来收集在保温瓶内的闪灵景气 吸个金光 罗西的闪灵变得异常强大 丹妮和阿波拉 为了对付法力大增的罗西 他们将决战的地点 选载了给丹妮 留下巨大童年影的愿望酒店 他进入酒店唤醒恶灵 设置陷阱 惯醒恶灵的古城中 丹妮重新见到了自己的父亲杰克 杰克已经成了酒店的一名酒保 之后罗西来到远望酒店 见到了酒店的种种异象 活了千百年的罗西 啥没见过 再加上自己法力大增 压根没把这些看在眼里 最后丹妮和罗西在酒店大厅里对质 丹妮被罗西撂倒 其实闪灵锦西 生死存亡之际 丹妮释放出被他困在盒子恶灵 罗西被恶灵们吞噬 解决了罗西之后 丹妮也遭到恶灵的袭击 最后更是被恶灵控制了心神 丹妮像他父亲一样 对阿波拉举起了斧头 阿波拉利用闪灵 幻醒了丹妮仅存的意识 恢复理智的丹妮 被阿波拉逃出酒店争取了时间 丹妮为了毁灭酒店的恶灵 放了一把大火 与酒店里的心灵通归与尽 电影的最后 丹妮的肉体虽然被消灭了 但灵魂却时常陪在阿波拉身边 阿波拉似乎也获得了丹妮的能力 用盒子封印世界的恶灵 这样就此结束